大家早安 欢迎收看三月二十一号的 华视晨间新闻 我是陈喜军 大家把冬衣都收起来了吗 动作别那么快哦 接下来还会再冷三天 赶快来带应关新天气了 受到东北季风增强 还有大陆冷气团南下的影响 今天各地气温都会骤降 北台湾首先最有感 降了将近十度 也含空旷或是山区 地温甚至下叹十二度 白天也只有十五到十六度 而中南部的地区 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比较慢 白天的高温还会来到 二十八二十九度 不过入夜之后 低温就会到十五到十七度之间了 而且受到风面影响 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 有局部短暂雨 中南部的山区则是发生 零星短暂雨 各地都会转为多云的天气 另外特别提醒 今天下午到明天上午 全台的空气品质都会转差 提醒您出门最好要戴上口罩 接着带您看各地的详细气温 台北基隆 新北桃园 最低温是十四度 最高温十九度 苗栗新竹台中彰化 最低温十四度 最高温来到二十五度 再来看到云林 南投嘉义台南 是光云的好天气 气温是十八度到二十八度 屏东高雄宜兰花莲 最低温是十六度 最高温来到三十一度 最后看到台东还有外岛地区 最低温是十三度 最高温来到二十七度 气象小地 最后为您整理 今天开始会转湿冷的天气 而且北部甚至下探十二度 而在傍晚开始 受到中国的沙尘暴影响 所以空气品质会变差 出门记得要戴上口罩 另外中央气象局 也发布了强风特报 部分沿海地区 一定要防大浪的发生 以上的天气资讯提供给您